接着咱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远离校园欺凌 提要 升高和找领导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一个话不多冷静而坚决的家长会让老师感受到决心 看过萨利机长的人可能会对发动机失灵时如何挽救飞机印象深刻 一个机长应该做的不是考虑生存或死亡的问题 而是立刻打开辅助能源 副驾驶则则会拿出一份手册 对照着手册试图挽救飞机 有人也许会对飞行员还要看说明书感到不解 但是发动机全部失灵是小概率事件 大多数飞行员一生都难遇一次 有一本手册来对照是最有效的办法 和航空不同的大部分学校都从来没有应对校园欺凌的预案 尽管这种概率比发动机失灵的概率大得多 这就使得学校极其依赖老师的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仰仗老师的慈悲 遇到好老师孩子会茁壮成长 反之可能在进入大学之前 自信就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家长视角的手册给大家 当孩子跟你说出被欺负了 就要立刻找到这篇文章核对每一个环节 一出一张病假条 无论飞机被鸟撞击或者军舰被船轰炸 首先要做的就是报告损失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掌握了自己的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判断 只要打了架多少都有软组织挫伤 如果打在头部又自速有眩阴和呕吐 几乎是一定的 那医生一般会下一个脑震荡之类的诊断 让病号在家休息 换句话说 只要头晕恶心 这官司就可以打 成年人起冲突的时候 有一派人就坚持不先动手 对方一动手就迅速倒地 等警察来了去医院对医生说恶心 然后用脑震荡的诊断 跟对方要个三五千元 心灵上的损伤比较麻烦 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 对精神病学都是一知半解 很多人认为抑郁症可以旅游一下就好 所以你也很难跟他们解释 诸如应激障碍这样的病 综合医院的心理门诊 一般实力都比较薄弱 可以不用去 直接去专科医院挂号是更好的选择 比如北京的北大六院 安定医院 回龙观医院 都是精神科的专科三甲医院 如果孩子睡眠受影响 害怕上学 那就带他过去看看 不用担心挂什么科 那种医院基本上只有精神科 到分诊台对护士说 孩子被打了不能上学 他们就会帮你选择适合的大夫 为人父母的人 一定要克制对精神科的排斥感 事实上 你们最关心的孩子的智商 就是这帮精神科大夫们发明出来的 精神专科医院 不用被设定成医保定点医院 都可以走一老一小 或者学生的医保 第二就是做一份笔录书 我们看警尾片 最后警察总是要对英雄和美女说 麻烦两位跟我们回去录个口供 对 我们也需要一个口供 你如果只是听了孩子的转述 再转述给老师 那老师可能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随随便便闹着玩的事 如果你真的把孩子所说的打印出来 由孩子签名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多数人都敬畏那种仪式感强烈的人 此外 如果你的钢笔字很好 可以考虑手写 师范出身的老师们 一般都敬佩字好的人 那是接受良好教育的标志 至于具体的格式 不要选择公安的询问笔录模板 那太夸张了 使用一般的谈话笔录 就已经足够了 笔录至少要打印两份 询问孩子的时候 心平气和 问清细节 用陈述句式 重要的词句可以用直接引语 最好由全家最冷静的家长来询问 如果都做不到 那就借一个远一点的亲戚 笔录要包括 时间 地点 被怎么打 打人的是谁 第一个动手的是谁 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 孩子有没有还手 有没有人使用武器或者物品 有没有老师或者同学发现 或者围观 笔录呢 一定要注意细节 还要询问 对方有没有碰触孩子的隐私部位 如果有的话要加入性骚扰的内容 注意啊 有性骚扰 哪怕是同性的 这个情形就不再是闹着玩了 对学校来说是一个丑闻 而且是异于传播的丑闻 笔录完毕之后呢 先不要急于到微信群里去吵架 事实上呢 永远不要直接去跟欺凌者的家长主动争吵 战争是逐渐升级的 现在还是粮草先行的时候 第三 让老师欠你的 得到了欺凌者的姓名 通过同学之间的打听 可能还掌握了一点点欺凌者家庭的背景资料 这个时候应该约见老师 带上诊断书和假条 无论开出来的是外科医生的假条 还是精神科医生的假条 联系老师 约老师见面 如果老师不知道孩子受欺负 那就先不要说 只说谈谈学习的情况 有人说这不是很奇怪吗 不应该同时把对方家长约来见老师吗 当然不能 划过雪的同学知道 上山无论是锁道还是电梯都是慢慢的 到了高处一冲而下 那就是势能变成了动能 高度变成了速度 现在就是那个上山的过程要忍耐 见到老师放下笔录记录和诊断书 避免给老师看医生手写的病例 我们知道老师最恨的就是一笔脏字 而大多数大夫对硬笔书法都毫无擅长 老师读笔录的时候 可以用慢速的声音来阐述自己的担忧 这样下去恐怕会出事 我们知道老师最怕的就是出事 所以上来就谈论这个班级可能的风险 这是战国策式的说服 上来就说 我这都是为您好 如果老师比较震惊 手足无措 那就反过来安慰一下老师 以退为进 然后再请老师约对方家长谈谈 经验丰富的老师会客客气气的把你送出去 不过没关系 事情已经好办了 第四正面对决 恭喜 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好的态势 引而不发 如果是一位母亲 这样冷静的态度会显得更可贵 大多数母亲可能会当时就暴怒不已 带着孩子去学校找老师吵架 那是最混乱的局面了 一个母亲遇到孩子有危险 就应该立刻跟敌人拼了 是这样吗 这是荒野猎人里头的那头母熊 辽纳多误入了她的领地 她立刻发起了攻击 按说啊 一头熊袭击一个人那是稳赢的局面 然而最终出现了闪失 熊妈妈对小李子百般蹂躏 站尽上风 但最终被小李子打死了 小熊也就活不成了 对母熊来说呢 最好的方案是正面面对她发出威胁 让她走远 越冷静的人越有力量 越不苟言笑的人越深不可测 如果做到喜怒不行于测 至少这一场戏 你要控制自己的决策 让老师来说这件事 等着对方的答复 如果对方家长第一次见到老师 那恭喜你 昨天的铺垫会生效 老师因为学生病倒的愧疚感 以及见你之后的熟悉感 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微妙的变化 如果对方家长通情打理 该道歉道歉 该做保证做保证 还有赔偿损失 那再好不过 问题就结束了 如果对方家长不配合 那好 再上一味药 五 让对方一片狐疑 这味药叫自来熟 喂给对方 对方就会变得多疑 向对方显示 你跟老师关系很熟 比如特意把上次交流 说成上几次交流 对方如果第一次见到老师 一定会心生疑虑 这个时候老师很容易被误会 对 就是要老师被误会 对不起了老师啊 有人说这是阴谋部 这是阳谋 以后你和老师 就是可以这么熟的 我们知道 同学是一个班的成员 老师其实是这个班的皇帝 这是一个多么臣服的称呼 不过呢 我们都很喜欢 天帝君亲师 爹娘排第四 老师排第五 但是老师心里往往住着一个第三 先认识到老师是皇帝的家长会走运 坚持老师是学校雇员的 您太莽撞太勇敢了 历史上所有的奸臣都有一个共性 和皇帝有私交 其他人恨的怕的就是这种关系 这就是让你跟老师装熟的关键 要让对方猜忌忌 甚至跟老师敌对 那皇帝的统治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总体上各打五十大板 但轻微的偏向他宠爱的一方 老师呢 也是差不多的 第六一点 老师的KPI 和过去的应试教育不同 许多城市里现在对小学没有排名和分数上的PK 所以呢 老师之间除了必要的学习成绩合格之外啊 以各种留花式作业 可以拍照和上光荣榜电视台微信号的漏脸行动为主 但是老师有个一票否决 那就是安全问题 除了大事 老师会保不住饭碗 老师和家长一样追求不出事 这样他会惩罚欺凌者避免下次发生 但是呢 老师又追求不闹事 这样呢 他也会安抚 劝戒被欺凌者不要闹打 所以绝对不要越级上告 看见了孩子受委屈 就直接拉着孩子进教育处或者校长室 老师被叫来都搞不清楚状况 那你就把老师给得罪了 你说你一时冲动 老师可能就平游泡汤了 换位思考在很多时候很蠢 比如被欺负的父母去换到欺凌者的父母的决策 那就是一个很傻的提议 但是呢 把自己带入一下老师这个主要的攻略对象 那就非常正常了 对于老师来说呀 如果学生能早点告诉自己 这次家长都不用见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老师发现 家长找来投诉欺凌的时候 会生气的问被欺凌的孩子 你怎么不早说呢 如果遇到老师这么责备孩子 不要对老师发作 老师肯定不是想着再恐吓你的孩子 而是为自己付出的额外辛苦 在抱怨和发泄 等着老师发泄完 这时候再放一招 他也比较担心 觉得呢 这几个孩子老师恐怕也管不了 回头老师不在眼前 不是又要吃亏吗 话感话到了这会儿 老师一定会表明心计 证明自己的管理能力 那不会的 你放心啊 我跟他们说 第七一点解决方案 A 不要求老师或者学校 惩处欺凌者 那超过了家长的权限 事实上啊 学校管君子 不管小人 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呢 也没法劝退或者开除学生 你别说开除学生了 总矿工的老师 没能开掉的都有的事 所以啊 不要试图去决定 欺凌者的人生了 老师能允许被欺凌者 提点条件 比如把两个人的座位调开 分在不同的组 学校呢 也能允许被欺凌者 提点条件 比如把被欺凌者 调整到别的班去 如果太恶劣 那甚至呢 学校可能帮你联络 转学 我的建议是不要去 被欺负的群体当中 很多都是转学生 但学校如果勒令 欺凌者转学 那欺凌者的父母 会立刻转型成一个 离血连世的上访者 学校再次被拖入 诉讼之中 B 不要试图用把事闹大 来换取学校重视 这对孩子本身没有好处 学校担心的 只有真正豁出去的那批人 如果你仍然希望孩子 当好孩子 那就不要这么玩 同样 在学校还在协调解决的时候 就投诉到教委 只能让下面协调的人 从此工作不出力 是最傻的决定 C 杜绝下一次击灵才是关键 我平时好研究西游记 关于这部小说 有一个烂大街的段子 就是孙悟空打妖怪 没根基的妖怪都打死了 有后台的妖怪都被神仙救走了 一研究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被当场打死的妖怪并不多 但是无论被神仙菩萨收走也好 还是扁去烧火也好 这些妖怪都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一个妖怪是被孙悟空或者菩萨们降服之后 又出来作妖的 就杜绝侵害这个角度来看 孙悟空做得非常到位 换句话说 只要自己的孩子能平安健康 度过剩下的几年 谁在乎那个欺凌者是不是改好了 你管他干啥呀 又不是他爸他妈 同样呢 也没必要让学校或者老师害怕你 其实名校的校长都是本地政治家 多少县长副县长都是从中学老师出身 进而当上这个县教育局长 最后当上县领导的 他们不会真怕你 最多是觉得麻烦 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里 这个妈妈坚持要学校认定这两个孩子为欺凌者 我们知道如果给一类人认定一个头衔 就必须制定相应的奖励或者羞辱 对这两个孩子来说 如果欺凌者只是多了一个官方外号 那一定还会有人专门欺负人 来解锁屈辱者这个成就 它变成了游戏 学校的管理会失控 那时节谨慎的管理制度就守不住了 父母要内心强大 常见的念头是 我就是厌不下这口气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报复的事 第八 关于不怕事 有两句话很多人都喜欢 平时不找事 遇上事不怕事 其实敢以这两句话自诩的都是很决策 因为关键在后半句 很多人都把后半句解释错了 遇见事情脑袋一热 敲掉啤酒瓶底就扑上去了 不怕事是我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 所有的情况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掌握之中 所以我不需要担心 家里的灯巴达一双灭了 你会看看邻居家还有没有电 然后打开电表箱 把家里的电闸推上去 这个过程中你不会害怕 因为你知道应对之法 英雄不是肾上腺素多 只是比别人更善于准备 在熟悉的领域里活动就会有安全感 孟子描绘过一个君子做事的理想状态 就是引而不发 弓拉满了的时候最有威胁 放箭之后就失去了杀伤力 所以就是那种言语克制 表情克制 但冷静而坚定的家长 才可能真正的显得有力量 一阵王八权扑上去 看上去效果不错 一下子就被人颠出了金粮 就像是那个钱之驴的故事 老虎呢看见驴吓坏了 听见驴子叫吓坏了 遇见梨子梯也吓坏了 后来发现 既止滋耳就把驴子吃掉了 第九 老师的化蛇添足 不要和欺灵者和解 也没必要和欺灵者和解 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啊 跟欺灵者的父母见面谈谈 想靠两家大人 有了交情来解决这种问题 还有的甚至 试图啊 让自己的孩子和欺灵者做朋友 这里要奉劝一句痴心妄想 大多数养出欺灵者的父母 自己往往也都迷信 暴力性格古怪 跟这样的人结交 成本比较高 且完全没有必要 让孩子加入到欺灵者阵营去 当帮凶 看上去 不受气了 日后不一定怎么呢 想想李天一的朋友们就知道了 类似的呀 还有一些老师呢 会让两个孩子重新和好 沉浸在一种低幼的 琼瑶式的感动当中 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啊 紫薇 我抢了你的格格名分 但是我仍然是你的好朋友啊 小燕子说的这是 在学校里 一个理想主义的老师 比看重利益的老师 可能更糟糕 这要早早告诉他 我们不希望他们和好 我们只要自己的孩子安全 第十一点 日常修炼系统 关于什么样的学生容易受欺负 其实没有一定之规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 一直很想 把隔着几个宿舍的一个家伙 打一顿 说说而已啊 原因是 那个人的眼睛特别大 女气 但还在水房唱歌 唱的五音不全 令人发指 欺凌呢 一般都是从临时起义开始的 特别高矮胖瘦的 可能受欺凌 和强壮的哥哥 在一个小学的 也就不太可能受欺凌 一般来说呢 围墙内的情况是 好学生不容易受欺负 坏孩子 一般也不会惹最好的学生 家里啊 会特别重视他的学业的 一般家里呢 也都比较强 练武的孩子 不容易被欺负 练体育的话 他可能不会在班里被欺负 但是呢 传统体校 一直是欺凌的重灾区 特别有钱的学生 不容易受到欺负 同学们会捧着他 坏孩子很快就会发现 欺负有钱同学 不会比巴结他 帮他打架的效率更高 有特长的学生 不容易被欺负 比如乐器 绘画等文艺才干 因为素质教育的缘故 老师的KPI 不再单纯是成绩 一些有特长的孩子 能够走名校点招的途径 特别被老师重视 同样呢 如果小朋友 专心去学奥数 或者英语考级 也是未来容易出成绩的苗子 老师也会对他们 更加用心 加以保护 父母单位霸气 或者有用的孩子 不容易被欺负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 老师们 一般也会保护同行的孩子 如果您也是老师 那记得早点跟老师 有意无意的提一嘴 要多让孩子 学点课外的东西 任何学习带来的成就 都能让孩子更自信 那最容易被欺负的是 成绩中等 话少 不自信的 沉默的孩子 此外呢 如果在老师协调之下 事情解决 那可以考虑送老师 一点小礼物 以便欺凌下次不发生 现在送礼啊 也比较容易 不需要孩子带去 过去呢 总觉得会腐蚀孩子的心灵 用包裹发到学校 老师收就可以了 我们经常听TVB说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但现在是 有视了献殷勤 就理所当然 有老师的忽悠和加持 孩子只会有更大的自信心 我小学时候啊 曾经听说过 一个老兄的事迹 从小多病被欺负 后来呢 他爸去找体育老师 我们那个时代啊 小学体育老师 基本都是痞子 要能打败外校社会青年 才能当好体育老师 要他跟着田径队一起练习 后来他成了一个 长跑好手 又高又瘦 成绩也仍然很好 这是对妇科老师 尤其是体育老师的攻略 似乎效果也不错 那你要送礼呢 就大大方方的送 为保全孩子 送点礼 是为了省下 转学搬家 这样的很多钱 千万别跟老师置气 存了这样的念头 他没看好我家孩子 让我家孩子受了欺负 我还要送他礼物 我疯了吗 你要考虑的 就该是孩子的处境 这就是我们 一直在强调的这一点 我们要你经营关系 不是要你显得很威风 而是为了让孩子远离欺凌 甚至获得更多的机会 接下来是习题 说晚上有家长 直接电话联系你 说你的孩子 四年级打伤了他的孩子 有其他的孩子为证 你询问了你的孩子 他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 而且你也相信他的诚实 这时你应该 A 首先联系老师 问问老师对此事的了解程度 B 找目击孩子的家长对质 C 去医院或者受伤孩子的家里 去探访伤者 D 去学校保安室 调取摄像头资料 答案是A 还是我们坚持强调的一点 遇见事情呢 首先依靠学校和老师沟通 这个时候应该赶紧看看 老师掌握了多少情况 那D也很重要啊 在跟老师联系之后呢 可以赶紧进行 因为他可能因为低级失误而被损毁 C 是确定责任之后应该赶紧进行的事 但是呢 仍然要调查清楚 不应该因为孩子做错的事 互短 同样也不应该因为孩子没有做的事情而受委屈 B 不应该立刻进行 应该通过老师进行 要明白一个道理 小孩子真的可能会撒谎 或者因为情况紧急 脑子一时空白 而产生一段没有发生的记忆 此外啊 如果孩子打伤了同学 要告诉他 如果是你做的 承认错误 道歉 爸爸妈妈不会对你胖揍一顿 体罚孩子其实是个坏主意 他学会了服从暴力 也会继续用暴力让别人服从 此外呢 他一定会学会的 就是撒谎 他一定会从暴力让别人的 accelerate 我以后 感谢观看